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居民赶紧从家里拿来棉被 几个人拉开 在孩子的正下方以防万一 还有居民用手机报警并联系上了物业 由于物业的工作人员一直联系不上这户房子的业主 于是决定强行破门 可是悬在半空中的孩子挣扎的动作已经越来越小 大伙的心都提到了嗓子咬 危急关头 一名年轻男子挺身而出 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他沿着燃气管道快速往上攀爬 不到一分钟就到达了孩子悬挂的位置 因为外墙没有着力点 他只能一手绕住管道固定自己 再用另一只手把孩子拖了起来 十一点二十多分物业成功砸开孩子所在房子的房门 进入房内把孩子从房到网州救了出来 不幸中的万幸 孩子虽然悬挂在房道窗外面 简办